來的是洪姓民 我就說 其實洪姓民還蠻厲害的 感覺出來 還正正常 就並不會說火球這樣 但是一樣就是有這種控球非常好的特性 還是沒有攻勢 本身就已經是NC恐龍的 確實是一枚不錯的打者 不過今天啊 第三局那個得點圈 因為對方手臂有狀況的情況下 但是後續兩棒都沒有辦法有攻 確實掌握得很好的形成左外野的 看能不能再多追一點分數 哇這個打出又很紮實 你看這個道理就跟我們換了投手 或者太外側 丟不了打者 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我想要投好球 只用的頻率其實還蠻高的 發動戰術囉 現在要看趙明星的傳球傳得還蠻到位的 Auto 哇 傳球的障礙出現 但是現在看起來 嗯 似乎走克服了 這個其實 當然如果有 還是發動攻勢 不過這球有一點到投手的壘 因為 對 對 連同剛剛上一個打戲 打者在良好與壞的情況之下